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如果我们在五戒上再加上十善 那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投到天界去 对 五戒十善能够到天界 肯定嘛 当然了 你这个五戒你怎么做得到啊 你妄语你能做不拉 妄语做得到不拉 你不杀生可以 不偷盗可以 不嫌婴可以 不喝酒 对不对 也可以 你唯一的最难的就是一个不妄语啊 妄语是的 有时候真的很难 意念有时候不对也算妄语 妄语是最难最难的啦 所以你要五戒的话 你守一个妄语 你就得以守住四戒了 讲老实话 你要叫我们不杀生 我们根本做得到 不喝酒就做得到 不嫌婴也做得到 不杀生不偷盗 不偷东西 当然人都做得到 最难的一关就是不妄语啊 所以我为什么对我们这个中方台的秘书族的小朋友 我对所有的法师 我这么严格啊 就是不能妄语啊 所以在我身边的人 我只要一听见他们吹牛 撒谎 我气的 我马上就查到底了 因为这个是最难最难做到的 如果你这个做到 我能保证他们小孩子上天啊 你听得懂吗 所以很多人在我面前 咋巴咋巴的眼睛 海外的有些弟子 冲着面 明明我知道他在撒谎 他好像还在瞒着我啊 师父不知道嘛 他们其实蠢得不得了啊 我没有办法讲啊 师父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以为我不知道啊 所以很多人 工修会的有些负责人跑到 师父啊 还像真的一样 我没有啊 师父我真的 我很好 我会看不出嘛 我看不出我还做师父啊 是啊 哎呦 蠢的呢 就像一个小孩子在爸爸妈妈面前 很小 妈妈 我没有啊 我在习家里没有啊 你说爸爸妈妈会不知道他叫吹牛啊 是的 是的 师父 如果有一丁点怀疑师父 那他真的是很蠢很蠢 真的是很蠢 不是蠢啊 所以要一定要不能撒谎啊 吹牛撒谎 那是很大的业啊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菩萨叫我们最后要守口业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是不是 也好 是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